好 再來一次示範一下那個清潔水盤 清潔這個盲刷 這整台機器都可以清潔 然後這個頂部的頂盤 它剛好就是它的清潔盆用的 只要把水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 然後呢 把這台機器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然後 因為它要傾斜 它的毛刷才會動 所以我就是要把它傾斜 然後在那一關 因為它就會整頓底盤 然後把水往上吸 把水往上吸 這邊水開始變軟 然後水往上面 然後 你看喔 這邊的水被吸掉 沒有 拿起來水被吸掉的地方 放回去 然後可以看一下 剛剛吸出來的水 這個是毛刷的髒水 對 所以它其實它 清潔也非常容易 毛刷可以透過底盤來清 然後 這個整個可以拆下來清洗 吸的那個 髒水 你看超髒 然後現在要把水倒掉 超多毛 這個 很髒 就是地板你沒有去吸它 沒有洗它 你就不知道有這麼髒 然後把水倒掉 然後 整個是可以拆下來 沖洗的 就把它沖沖 沖乾淨 這邊也有濾網 這邊也有一層濾網 下面也有一層濾網 下面也有一層濾網 就沖乾淨 沖乾淨 沖乾淨之後 就把它晾乾 沖乾淨之後 好